好 回到新聞現場繼續要帶你來看到在台南市的永康區 某補習班的老師就被爆出不當體罰的事件 教育局就召開不適任教育人員認定的委員會 那決議這名教師四年內補習班是不得聘僱 並且提報教育部登陸在不適任人員的系統 也創下全國首例 教育局調查還發現了這間補習班課後的照顧中心 還沒有立案 因此也依照兒童及少年福利法 與權力保障法裁罰六萬元 那臺南市的教師會也表達肯定 強調這個做法至少會讓業者有警惕作用